新闻终述 自定动态 热点关注 资讯畜底 讲新闻事 讲国家事 讲天下大事 930新闻直播室 大家好 欢迎收听930新闻直播室 今天是2023年1月30日星期一 我是谭敏妍 先来关注湾区方面的动态 近150名湾区学生被美国总统学人长提名 南湾名额超半数 本来记者张苗1月27日湾区综合报导 据星河西水星报报导 美国总统学人长是全美高中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之一 今年近150名湾区学生被选为美国总统学人项目的候选人 占全加州候选人总数的一半 而南湾被提名的学生人数就超过全湾区候选人数的一半 根据美国教育部的说法 这个奖项突出了美国青年的卓越教育和伟大的承诺 学生被选中的依据是他们的学术成就 包括SAT和ACT考试的分数 在视觉、创意和表演艺术方面的天赋 以及职业和技术教育领域的技能 今年这些学生是从全国近360万名的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 他们将在今年6月通过竞选获得总统学人奖章 这个也是比赛的最终奖项 1964年的时任总统日汉逊发布行政命令 设立美国总统学人项目 以表彰学业优异的高中生 入选的高中生不仅成绩好 其他各个方面包括领导能力、社会服务也表现突出 半月湾枪击更多情况披露 枪手有死刑的可能 本来记者张苗1月27日湾区的报导 1月27日星期五 世马町院地方检察官表示 半月湾兇手赵春莉告诉调查人员 她的枪是因为老板开出了100元设备的帐单 而这件事激怒了她 据报导 枪手在工作场所发生事故后 被老板要求支付100元的帐单 她对此提出异议 她说当时她操作叉车时 车辆被推透机上的同事撞到 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大约30分钟 她向一名主管发洩了对这份帐单的不满 报导说在再次和她老板对质之后 她开枪打死了主管 以及同事故叉车有关的同事 农场California Terra Garden的发言人 拒绝就100元帐单的争议发表评论 但她表示 该公司可能会逐按收取过失损害的赔偿金 总的来说 这将是一种极端的行为 亦是有人故意损坏某些东西 在星期三的传讯听证会上 地检官保留了对赵家判处死刑的可能性 虽然周长柳心已经发布暂停执行死行令 但检察官仍可以自由追究判决 地检官星期三表示 关于这个人 受害者以及其家人 以及这里所造成的伤害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 枪手的下一次出庭时间是2月16日 届时她将会提出抗辩 此外随着对枪击事件的调查继续进行 农场Terra Garden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该农场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之恶劣 被曝光之后受到讲法的谴责 枪手在这个农场住了至少7年 住在一个看起身遥遥欲罪的单元里面 上面盖着防水布 用木托盘支撑住 农场Terra Garden发言人说 枪手和她的同事每个月支付300元的房租 1月26日星期四 院长穆勒视察了犯罪的现场 说这里的生活条件令人感到遗憾令人心碎 加州的劳工监督机构宣布 对农场的工作条件进行调查 公司发言人否认生活条件恶劣的指控 并表示现在看到的农场状况 是枪击事件和执法部门多日调查所造成的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美各地的信息 暴力执法事件憑法 尼科尔斯案在引警务改革的呼声 本台信 手毛串铁的非裔男子泰勒尼科尔斯 在被警察围勾之后死亡 相关的视频公布之后 涉及的警察已被解雇 并且被提出刑事指控 美联社报道 最终这对死亡案件的学者 和警察改革倡导者说 自2020年以来 全美范围内 警方平均每日杀害大约3名非裔 公开视频记录了警察暴力执法的过程 这个事件提醒人们 改革警务系统的努力 未能防止警察暴力执法的再次发生 大概在32年前 罗德尼金在洛杉矶 遭警察野蛮勾打 激起了人们对变革的强烈呼吁 从那时之后 类似的案件一直以不间断的节奏 重复着 纽约的阿玛道迪阿诺 加州奥克兰的奥斯卡格兰特 密苏尼州佛格森的默克尔布朗 以及其他很多人的死亡 乔治·弗洛伊德在2020年 在明尼阿波尼斯被谋杀 这件事也让人非常痛苦 也由此引发起一场全美规模的抗议 拜登表示 为了实现真正的变革 当执法人员违反誓言的时候 我们必须承担责任 我们需要在执法人员 和他们宣誓服务和保护的社区之间 建立恒久的信任 执法人员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带着光明的徽章 尼科尔斯案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佛洛伊德等非裔的死亡引发抗议活动两年多以来 警务改革并未使得这类案件显著减少 据马里兰大学霍华德调查新闻中心的分析 佛洛伊德案之后 各州批准了近300项的警察改革法案 其中包括建立对警察的民事监督 加强反偏见培训 更严格的使用武力限制 以及在涉及精神病患者的案件中 采取替代第二步的措施 文件们调查另有收获 拜登自负走在罪光灯下 本海信 有数十年政府工作经验的拜登 在2017年考虑下一步行动时 选择了一条熟悉的道路 创建了一个位于华盛顿的智库 专注于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 美联社报道 对于像拜登这样 履历丰富的官员来说 在首都远着陆是正常的一个常规操作 分析法利亚大学拜登外交及全球参与中心 由此诞生 在该中心 这位前副总统聘请了他信任的工作人员 并且留下了乘商的文件 其中一小批机密文件 因为拜登无权保留而正处于争议的中心 2022年的秋天 拜登的律师 整理拜登在该中心的前办公室的时候 在一个上锁的迫锤里 发现了这些敏感文件 这件事 对正在考虑2024年竞选连任的拜登 構成了考验 2018年2月 在拜登外交及全球参与中心的一次早期会议上 拜登对长期合作的外交政策助手表示 他对2020年参选总统持开放态度 如果决定参选 拜登欢迎他们加入团队 这些助手中 有很多是曾经在奥巴马时代任职的 在该中心主持数次论坛 并在坟迟法尼亚大学主校区 发表了几次演讲后 拜登在2019年4月宣布参选总统 在此之后 拜登很少出现在位于国会山的 拜登外交及全球参与中心 该中心低调运转的状态 直到最近才被打破 国会共和党人对该中心的预算 联同招聘行为提出了质疑 联邦地财稿也可能提出搜查 该中心的其他场所 尋找更多文件的要求 曾经在里根小布什 以及特朗普政府中 担任总统外交政策职务的 艾略特·艾布·拉姆斯表示 拜登外交及全球参与中心 并没有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致富 公开记录和 坟大拜登外交及全球参与中心的网站显示 目前在白宫任职的很多拜登盟友 都曾在这个致富工作国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2017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 担任该中心的总经理 麦哈尔·卡彭特在被任命为 美国驻欧洲安全组织大使之前 亦曾经担任总经理一职 抗议德州参与两行涉华法案 数百华裔聚集达拉斯市中心 数百名来自德州北部的民众 29日聚集达在达拉斯市中心 抗议州参议院第147号和第552号法案 据悉 这两行法案都是由共和党议员起草的 自在禁止和中国、伊朗、朝鲜 和俄罗斯四个有联系的人 在该州购买房产和地产 并且阻止上述四个有关联的企业 购买农用用地 美联系的报道 德州州长 加雷加·阿波特 近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对州参议院147号法案 表示支持 为此 与华裔社区有联系的多个组织 计划在德州主要城市 举行集会 抗议已定的法案 德州民主党人上周 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 譴责参与147号法案 并将其描述为种族主义和违欠行为 这两项法案 引发了德州北部华裔的愤怒 痛苦地回忆起 美国过去曾经有过的反华法案 第17号法案 反对这两项法案 他说 我今天来到这里 不是代表任何政治立场或姿态 我来到这里 是因为我是华裔 也是美国人 更加是德州人 新闻直播室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930新闻直播室 今天是2023年1月30日星期一 我是谭敏妍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国际方面的动态 德国总理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机 还警告他国 不要搞竞争 本台信 德国总理塞尔茨 接受德国每日镜部 采访时重申 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机 他还说 在涉及武器装备方面 不要进入持续竞争 相互台价的状态 香港总统社报道 在德国每日镜部 1月29日发表的一篇采访中 西茨指出 德国才做出派遣坦克的决定 这场关于战斗机的辩论 又已经展开了 这破坏了人们对政府决策的信任 在武器供应的问题上 我只能建议 不要进行无优子的竞争 烏克兰副外长安德里·梅利尼克 目前已向德国施压 要求德国提供数十架旋风战机 并东促国际社会 加入烏克兰战斗机的联盟 俄罗斯近日谴责北约 向烏克兰运送主战坦克的决定 并且说 这是美国和欧洲 直接且越来越多地 捲入烏克兰危机的证据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 在德国和美国先后宣布 向烏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之后 索尔茨在25日表示 将不会向烏克兰交付战斗机 烏克兰总统赞连斯基的顾问 波多·利尼克28日说 几乎正在同支持国 就提供战机的问题进行谈判 但一些合作伙伴在军援方面 保持保守的态度 报道说 它没有具体点名是哪些国家 保持保守的态度 但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国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月29日表示 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日程安排中 没有跟德国总理所持通话的事件 但他对交流是持开放态度的 世卫说 新冠疫情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世卫组织WHO30日在官网发表声明说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认为 新冠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心网报道 世卫突发事件委员会27日就新冠疫情举行第14次会议之后 给出了建议 谭德塞同意委员会关于新冠疫情的建议 即是新冠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谭德塞还认同委员会的观点 即是说新冠大流行可能正处于个度阶段 他感谢委员会提出的应謹慎应对这个个度阶段 并且减轻潜在负面影响的建议 谭德塞27日曾表示 随着新冠疫情进入第四个年头 当前的状况和一年之前相比有所好转 当时奥默克用变异株引发的感染潮正处于顶峰 全球每周向世卫报告的死亡病例超过7万例 但他同时强调 疫苗检测和治疗对于挽救生命 预防严重疾病以及减轻卫生系统和医务人员的压力自关重要 路透社报道 世卫组织執行委员会30日在印内瓦举行会议 该会议将会为世卫组织制定今年的计划和未来的预算 而摆在世卫组织面前最大的难题是世界对他的期望太高 但他的资金来源仍未能得到保障 世卫组织期望将他2024年至2025年度的预算提升至 以创纪录的68.6亿美元 世卫组织说 这个预算将会是一个更有力量更独立的世卫组织 卖出历史性一步 但是消息人士说 并非所有国家都已经同意 增加对世卫组织的支持 一天下了一个夏天的雨 新西兰洪灾以至四人死亡 最新消息显示 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市 遭遇强降雨 目前已至四人死亡 据报道 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市 当日遭遇次族加强降雨 并引发洪水 导致四人死亡 此前27日 奥克兰市已因为强降雨进入紧急状态 并开放了三个安置场所 按照新西兰气象局的说法 奥克兰市当日的降雨量 大概是往年整个夏季降雨量的总和 新西兰总理哈尼斯·希普·金斯 28日视察灾情之后 他说 这场暴雨在奥克兰历史上 是强度空前的 部分地区受灾严重 这场的强降雨 导致奥克兰机场一度关闭 直至当地时间 28日上午9点 24小时内 奥克兰机场观察度 有降雨量达到249毫米 打破了1985年161.8毫米的记录 当地持续大雨 引发洪水淹没了多条主户公路 一些堤蛙地段即水承河 交通严重受阻 受恶劣天气的影响 28日中午部分新西兰的国内航班开始恢复 接下来关注中国方面的动态 中国四川省重磅宣布 不结婚也可以生孩子 据《四川日报》报导 1月28日 内地四川省卫健委宣布 《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 形成了办法总共16条 而在修订方面 主要包括4个方面 取消了对登记对象 是否结婚的限制要求 丈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 改为 凡生育子女的公民 均应办理生育登记 取消了 办理生育登记时生育数量的限制 明确为 凡生育子女的公民 应办理生育登记 简化了生育登记的要求 规定网上办理生育登记时 可以通过相关资讯系统 调取身份证或有效证件 不再上传身份证件要求 增加了资讯共用的要求 例如增加了婚育一件事一次办 生育登记资讯共用 电子证照共用等内容 1月30日 记者联系了四川省 卫健委人口家庭署 接线人员说 他负责计划生育工作 据他的了解 办理生育登记 是为了保证 父幼服务更好开展 保障相关部门 对当地人口的有效监测 办法并非鼓励不结婚生孩子 而是为了保证 未婚先人人群的权益 令他们进行生育登记后 就享有一些附有保健服务 台湾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止跌 经济前景仍不乐观 香港中通社1月30日跌 台北消息 台湾中央大学 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30日公布 台湾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59.73点 中指连续4个月下跌 但出口低迷的压力仍然在 经济前景依旧悲观 台湾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59.73点 和去年12月相比略有上升 中指了连续4个月下跌 指数6个分项指标中 购买内九商品经济景气 家庭经济状况就业机会 投资股市时机等五行指标上升 紧物价水准指标下降 以上就是今天930新闻直播室的全部内容 多谢你的收听 我是谭敏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